我們要做啥 米腸 前幾天灌血腸 今天灌米腸 我爸這萬能的啥都會整 這都從家裡拿來的 最好是割乾板 沒有就割凍板 我還求醫院也輸過 沒拿來 騎車去 慢點 今天天氣非常不錯 有點小風 但是挺涼快的 已經過了半個小時了 我老爹還沒回來 這就是他的風格 對一貫作風 副刀又乾去了 先種的吧 我回去了 是躺了一會 這不是野蔬 這是把握 這個還是有野蔬的 你看你不說 你沒看我 他收回家求野蔬 他在五點貨來的 吃飽 行回家討一會兒也行 你寫不沒話 寫不一會兒 你有什麼心思嗎 有 就著急回家掛巡查 我老爹拿回來 用一點就行 突然間聽我爸說的困了 我們倆一致認為 他先睡覺 爸進屋睡覺去 一會兒外 咱現在時間還來得及 來切了 店裡來切了 我爸的好哥們過來 他們在外面喝茶聊天 來看我爸爸來 說我幹啥呀 不行 我幹什麼 說別弄我爸伍了 我爸心亂不行 看你們把那都收起來 我爸心亂不好 這幫都是跟我爸一起開出租車的 對 然後我爸就是 然後住院回來之後 一直在休息 大家也怕打擾他 一直沒來看 然後今天就知道我爸在店裡嗎 特意先來給這打探一下 我倆這個店現在就是已經 所有的 我爸的朋友都知道 都知道 然後過來一開門 看我爸在這兒一通知 全過來 加五個 五個 五個是大爺 那個人叫大爺都一樣 這多開心 對 都開著車呢 特意過來 那個梁大爺我認識 你知道為什麼我對他非常熟悉嗎 因為在他十幾歲的時候 我就見到過他 還有就是有一次我在路上 他免費給我拉回來的 我當時打不到車 然後呢他拉我 我上車之後還有給他錢 然後他說你是不是心紅 我就愣了 我說我以為他看我視頻呢 後來他說我是你梁大爺 我說我說我怎麼醜的你就面熟呢 我以前那時候也是打過車 然後到地兒了不要錢 你不老爸都紅了 就這樣 但是我都不認識他 但是這梁大爺我對他印象特別深 我都不認識他 這個梁大爺跟咱爸認識老多年老多年了 我最新氣型不一樣 然後其他的這些都我們都叫叔叔 只有那個叫大爺 那個叔叔他們就是比較年輕一點 可能是我爸他們後認識的 像梁大爺他們就老些年了 你能伍得過人家心臟不好 人家一片心意 你一個來有事不幹活 拿起來看我要喊一下 理上往來嘛 你出去的關係好 他還沒喝完呢 咱們這個店裡面的東西應該升級升級了 你看一來了喝茶拿碗 我明天把你家那套杯子拿過來吧 這個大碗茶 給我多少錢去幫朋友去 爸以後這樣的事別死吧 你說都理上往來的 人家有事咱們不也去嗎 人家有心意嗎 收他錢 我那幫朋友都看我從來都不收錢 沒收 這幫就是張座天了 我躲 問我在哪兒呢 我說在家呢 上家上家 沒有在哪兒呢 我說在店裡幹 我說剛進來一個人先打散一下 對 剛才第一個進來的我們叫叔 然後我們兩個說 哎呀 以為他走錯地方了呢 然後他一下跟我爸說話我們才知道 隨後這幫哥們就開的車全過來了 還有就是前一段時間我 呃 姨奶他們都來了 那傢伙我爸跟人家私奔 你說那麼大歲數來 我領他們在咱們門口那個房間吃飯 嗯 吃完飯之後吧 他們就晚回走了 就是我 出院那天 在延培院出院的時候 對上一次 嗯 完了我就把錢夾到你大叔那個 車的那個 那個什麼雨刷器 我就往家跑 跑不起來 又跑 我好像跑不動 你知道嗎 那當然你不能跑 然後我抓個小門我就回家了 回家我爬窗子 老姨奶 就在那兒等著 等著誰出去那小門 然後他出來 老姨奶上樓了 光光敲門 我不開了 我說老姨啊 你們這麼大歲數來看我 老姨奶 你想氣死我啊 對呀 我說給我一頓吵嚇 然後我門開了 給我一頓喊 把錢 給我撇在地板上了 我說老姨你看 我應該去看你們 你們不能說來看我 你不有病了嗎 你還叫什麼 你要氣死我 你給我一頓吵嚇 我說 我說行 老姨奶我留下吧 把錢留下 其實我爸這樣做不對 我能理解咱爸 我也理解呀 但是呢你就說 人家就是特意來了 人家就是鐵定心給你掙錢了 你說你跟人家師父幹啥呢 大歲數了 咱們那種性格 就是有點付出型的 我覺得你出現問題 或者是你需要幫助 我可以給你 但是你給我我就感覺我像 不得勁兒 而且尤其你還是個長輩 我就這樣 咱們都這樣是 但是咱們得 換一種方式 其實人家也是這麼想的 人家既然是能來看你 能來給你送錢 說明你在他心裡很重要 對 那你現在已經好了 好了 對呀 那你朋友不交下去嗎 禮尚往來嗎 誰家有事一通知咱也去 對不對 咱也勸你自己 而且當年結婚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參加的婚禮 在桌上給他錢 他說不要不要不要 後來我就說 你結婚人家來參加婚禮 你收錢是正常的 因為不太好意思 再一個就是 不是很熟 不是很熟的朋友能來 我還沒通知人家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對心裡就是 你看他 在長村住院的時候 咱爸有個同學正要在那邊工作 然後呢 打電話就要來就要來 咱爸愣沒告訴人 我說你為啥不告訴我 人家就在這想過來看看你 這件事其實可以理解 也可以不理解 嗯 都轉了1000塊錢 我又退回去 然後咱老婶給他轉2000塊錢 咱爸也沒收 人家實在是來不了 爸你很幸福 你看家人朋友都圍繞著你真的 那